雜貨店老闆娘靠在櫃台邊一臉無奈 桌上小小一盞燈 哪能照亮整間店 貨架上糖果餅乾看也看不清 這下子生意實在做不下去 逐如其來大體驗 台西鄉一共三千戶受影響 陷入一片漆黑 外頭台店人員冒於搶羞 受到颱風外圍環流 與東北季風影響 雲林前一天下午 降下了間歇性雨勢 瞬間風勢達到十一級 狂風呼呼吹 晚上八點高壓電線被吹落 瞬間三千戶陷入一片漆黑 就聽到砰一聲 就出火這樣 別吃兩次 我都不曉得有颱風會突然就是 整個村子在風開 冰風開才通過 幾乎等於颱風等級 小吃店眼看沒生意 乾脆拉下鐵門 幸好停電不到兩個鐘頭 冰櫃裡食材不受影響 至於沿海餘溫水車停擺 是否連帶受影響還要觀察 高壓電線承受不了強風 造成台西三千戶停電 明明颱風沒有登陸 外圍環流伴隨東北季風 也造成停電災情 解六文兵 雲林報導